晚上好,朋友们,今天晚上咱们讲个篮球场的故事,这篮球场的故事还特别复杂,我捋了半天,才把这故事捋顺了。 这些故事是咱们家一个来自西安的39岁的大哥提供的,这大哥名字叫吴子齐王,我问他了,他说他从小玩吴子齐,天下无敌,所以他一直就叫这个名字。 哈哈,我其实吴子齐也挺厉害的,哪天我跟他试试。 大哥说的这个故事呢,发生在2009年的时候,2009年的时候呢,大哥这会儿已经工作好几年了,并且已经在一家就是做家庭装修的这么一家公司里边,干得有模有样了。 结果就在2009年的时候,好事就来了,突然间一天的领导就找大哥谈话,说那意思要提拔他,要让他呢当组长。 干设计的大家都知道,组长其实就是很厉害的,等于你得带着一个小组,而且组长拿整体分成。 大哥一听完当时特别兴奋,但是刚刚兴奋过后,领导又告他说, 得算你,你这个,呃,不是说要在咱西安这个店啊,因为咱们老板不是在那个兰州那边开了个店吗? 你看你能不能到兰州那边带带新团队去。 结果大哥这一听着才明白,原来是让他去外地,西安人不乐意外出,人家那是大城市,本身又是省会。 他一听去兰州,大哥当时心里就特不痛快。 但是说着话的功夫自个儿心里一刀嘛,考虑了一下项目分成,又考虑了一下,到了那儿之后自己就能成了大拿了,是越琢磨,这事还是得去。 结果最终还是答应了,大哥于当年的夏天,天刚刚热,就从西安跑兰州去了。 到了兰州之后,您别说,单位对他不错,给大哥租了个中高档的小区,当时大哥知道会给他租房子,但以为是租了个什么破狗窝了。 但结果一看小区相当不错,距离自己上班的公司还特别的近,所以大哥心里还挺热乎的。 可大哥殊不知啊,这接下来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小区里。 吴子齐的这个小区实际上没太多细节介绍的,不是个高层社区,是那种六七楼的小矮楼,但是小区密度还挺稀松的,也就是说社区还不错。 但是有一点让大哥最满意的,是这小区里边带一个篮球场。 吴子齐也特别爱打篮球,但是自己没有条件住进这种带球场的小区,所以住到这里边之后他搅着特别的开心。 结果从头一天搬进去,他就注意到这篮球场了,并且转过天来,就买了个篮球。 但是一开始工作忙,就是刚到公司嘛,天天培训的一大堆事儿,头十多天从来没去球场玩过,但是每次他都会从球场经过。 经过了几次之后,大哥呢,发现这球场有个特殊之处,就是这小区里的人好像都不太爱运动,这球场他从来没看见过有人打。 可是在心里边他按喜,这刚好我自个儿打得太好了,哪天有阔,我一定上这玩玩了。 再接下来,就是十几二十天过后了,大哥工作逐渐平稳了,也有阔了,然后赶上了这么一天周六。 这天周六,大哥应该是双休的,就是周六周日都不用去公司。 可是打早起,八点来中,单位那边的事儿就不停。 从早晨起来,饭都没吃好,直接一眨眼就忙活到了下午三点多,把大哥气坏了,等于这一天休假白休了,呈在家里边上班了。 所以到了三点多钟,大哥忙完最后一件事儿,坚决把电脑和手机给关了,就是今儿我必须得歇会儿,有什么事儿,我都不管了。 然后大哥在屋子里做了半天别子,弄了点吃的,最后吃完之后,他说我是五点多钟,发现我买的那个篮球了。 我一想没什么事儿干,我拿着球,五点半左右,就去篮球场了。 到了球场之后,天没黑,天还是亮的,但是大哥说灯光都开开了,当时他自己一看着灯挺亮的,他还琢磨,哎,那看来今天能多打一会儿。 结果呢,慢慢悠悠的,连玩儿再闹,在篮球场里自个儿玩得还挺高兴,玩儿到了接近八点钟。 到八点钟的时候,大哥已经大汗淋漓了,累得不行了,点了根烟,就在球场里边找了个座位坐下了。 可是刚刚坐下了,烟刚抽了,还没一口了,大哥就发现这球场铁往外边,鞋对着他,站着个人。 这人个儿挺高的,胖胖乎乎的,但是长了一张惨白的脸,白得吓人,就是比欧洲人还要白。 就这么对着大哥,而且还目不转睛地瞪着。 当时大哥跟这人对上眼睛了,看了一下这人,干嘛的? 然后仔细在意打量更不对了,这人不只是脸白,身上还穿了一身大袍子。 这袍子像是古代的衣服,反正就是不对劲,就不是咱们正常人穿的衣裳。 不过此时大哥心里就琢磨,哦,这应该是兰州他们这儿的什么少数民族吧? 兰州那边少数民族特别多,穿那种人家民族服饰的的确咱们是看不懂的。 而且少数民族皮肤白的也有的是,所以大哥当时这个想法不为过分,他真的就是这么认为的。 而且这人一直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,大哥心里边也不是没有谱,他搅着是不是吵着人家了? 必定篮球场旁边是居民区,自己拍球拍得太响了。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,兰州这边少数民族偏彪悍,西安人早有耳闻,到了兰州不能惹少数民族,一旦冒出什么纠纷来,大哥会很麻烦的。 所以他当时就看这个人的那个状态和眼神,就搅着是对大哥是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。 结果大哥一看这个,算了吧,拿起篮球转身,就离开了。 走的时候大哥还琢磨了,这球场就是治愈的嘛,打个篮球,你看那样儿。 但是这些都是心里想的,然后带着情绪,大哥就回家去了。 到家之后不到八点钟,没发生什么事,一切正常。 大哥还看了个篇,吃了点东西,然后是十一点多钟才睡觉的。 可是睡着了之后,没睡多久,大哥就做了个梦。 在梦里边,大哥好像是特别晚回到自家的这个小区, 可结果梦里刚走进自家的这个门洞,就打旁边楼道里边嗖的一下, 窜出来个人来。 这人挡住大哥的去了,吓了大哥一跳,而且仔细一打量, 这人正是晚上在篮球场见着的那个竹。 但是这次大哥跟他离得可近了, 这人脸色比刚才看起来还要吓人, 而且身体比刚才要魁梧。 一下大哥吓得往后退,退了几步就问这人, 哎,您这是干什么? 大哥说话是尽可能的客气, 可是这人直接就急了,告诉大哥说, 你在,在我脑袋顶子上打球, 我他妈弄死你。 大哥一听这个, 不对啊, 我在谁脑袋顶子上打球了, 马上大哥就跟他解释, 没,没, 我是打球吵着您了,是吧? 哦,不知道,不知道, 周六周日不让打球,是不是? 然后这人根本也不听大哥这一套, 就继续又跟大哥凶狠地说, 你他妈听懂了吗? 你他妈再打球我真弄死你。 本来大哥没什么脾气的, 可是他这句他妈的, 一下子被大哥激怒了, 顿时间大哥就跟他急了, 你这人怎么说脏话呀? 你是入哪楼的? 可是万没想到, 大哥刚发完火, 这人听完之后, 站在原地朝着大哥开始哆嗦, 哆嗦的时候全身晃悠, 就这么瞪着大哥, 大哥一看这怎么回事啊, 他抽羊角疯了吗? 我气着他了, 瞬间大哥就害怕了, 可接下来更吓人的事又发生了, 这人先是从眼睛, 然后是鼻子耳朵嘴角, 开始冒出血来, 一下子大哥吓坏了, 你怎么回事啊, 可是这人不分青红皂白, 脸上躺着血朝着大哥就扑过来, 一共加一块没超过两三秒钟的时间, 那大哥下意识反应赶快转头, 就朝着楼洞外边跑, 但是没跑了两三步, 光当就摔那儿了, 摔倒之后梦里边感觉不到疼痛, 大哥下意识反应赶快回头看他有没有追来, 但为时已晚, 这东西已经朝着大哥扑上来了, 那大哥顿时间手忙脚乱了, 可是就这么一挣扎,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 腾腾, 醒了, 醒来之后大哥这才意识到, 我的妈呀, 是个梦啊, 但是这会儿人已经从床上摔下来了, 坐在地上, 但这时候大哥已经意识到了, 这就是个梦, 赶快揉着屁股把台灯打开, 打开完了脑子就开始倒嘛, 我怎么做了个这样的梦啊, 这可能是晚上看见那人, 那人长得太吓人了, 他妈的, 结果就这样, 这天晚上开着灯继续睡的觉, 但是没发生什么事, 一觉睡到了天明, 转过天来, 大哥在家玩了一天, 没再敢去篮球场, 然后到了周一, 这件事其实就叫翻篇了, 过去了, 因为也没出现什么大事情, 可再接下来, 万没让大哥想到的, 事起码过去得十天左右了, 结果有一天晚上, 这天晚上大哥是三点多钟就回了家了, 回完家五点多钟就吃完饭, 坐在家里边不知道干什么, 而且这天还不是周六周日, 大哥当时就跟鬼使神差似的, 就又拿着篮球跑球场去了, 可这次到了球场, 更麻烦的事可就来了, 大哥打到了六点多钟, 天刚擦黑, 一不经意地一个上篮, 下来之后脚不知道踩在什么滑的东西上, 直接把脚给崴了, 这脚崴得特别严重, 当场大哥就坐在地上, 捂着脚是满头冒白毛寒, 结果正在大哥这儿疼着的时候了, 旁边过来个男的, 这男的得五十来岁了, 在球往外边就问大哥, 呦, 这瓦咋了? 大哥在里边捂着脚, 哎, 叔, 没事没事没事, 脚崴了, 哎呦, 大哥回答完这叔叔特别热心, 直接绕到球场大门, 进来就扶大哥了, 而且把大哥扶起来, 就要朝着球场外边走, 结果大哥当时就说了一句, 哎, 谢叔啊, 谢叔, 哎呦, 这下扭的可够强, 那个, 哎, 咱坐球场那个坐着就行, 可是大哥轻描淡写的这句话说完, 您猜这叔叔说什么? 这叔叔说, 哎, 出去吧, 出去吧, 啊, 这球场, 邪得狠, 大哥当时没听明白, 怎么, 怎么邪得狠呢? 然后叔叔又说, 哎, 我帮你拿球, 出去吧, 出去吧, 这里边真的邪, 那大哥必定是被叔叔扶着, 结果就这么, 在叔叔搀扶下, 就给扶到球场外边的座位坐下了, 坐下座位之后, 大哥一边揉着脚, 一边就问这叔叔, 说, 您刚才说什么意思, 怎么邪呀? 然后这叔叔叔也不隐晓, 直接告诉大哥说, 我见过你, 我上次就看你在这打球, 嗯, 你新搬来的吧, 你看我们这儿有人在这儿球场打球吗? 这球场可不能打, 你知道这小区有多少人在这球场见过鬼吗? 大叔说的时候好像无所谓似的, 但大哥听完身上炸毛了, 什么叔叔, 您说什么? 然后大叔又重复, 这球场闹鬼啊, 你看这根本就没有人打球在这儿, 大哥听完我, 闹鬼, 怎么个闹鬼法? 可刚刚问完这句话, 旁边过来个老大爷, 这老大爷起码得六七十的, 反正岁数老大的, 肯定是听见他们俩人说话了, 结果这老头过来就直接插话说, 你这是刚打球摔的? 这球场不能打球, 别在这球场打, 我是这回欠户, 我在这住了好多年了, 这个小区盖的时候发现过木, 古木, 就是古代的那个木, 但是没上报, 怕耽误工期, 结果直接就给盖了, 这老板很厉害, 有关系惹不起, 谁敢管呢? 不过这老板有点良心, 他当初盖球场这位置, 是准备盖物业楼的, 结果把物业楼挪到那边去了, 把球场盖在这上面了, 等于这球场下边, 当初就是发现木的低劲, 不过这老板也是傻, 你压个木业楼压人身上, 人家不乐意, 那你压个球场, 人家就能乐意了, 而且球场压在人家上面, 你天天跟上面跳来跳去, 一打帮人打球, 人家能干吗? 大哥当时听完了, 刚蒙圈了, 还有这事啊, 但是好奇心爆棚, 递马问这爷爷, 那爷爷, 这鬼什么样的呀, 您见过吗? 结果这老头说, 多少人都见过, 我跟您说, 这个鬼还是他们这儿的人, 还不是咱们汉人, 我也不是南州大, 我是支援时候过来的, 反正是他们这儿的人, 因为见过的人都说, 穿的是他们这儿的衣裳, 就是古时候的衣裳, 挺吓人的, 现场老爷子说的话, 真的就是这样的, 糊里糊涂, 迷迷糊糊的, 那您让老头像我讲的这么清楚, 那不可能呢, 但是讲的形似, 大哥一下子就想起来了, 他瞧见的那个男的, 结果, 大哥当时嘴都发颤了, 算是试着问了这么一句, 大哥说, 爷爷, 我那个, 前两天看见个东西, 在那球网子外边站着瞪我, 他是穿着个蓝色的大脖子, 然后脸挺白的嘛, 可结果, 大哥嘴是真太牵了, 因为老爷子马上眼睛就瞪亮了, 跟大哥说, 哎呀, 要不这个娃尾酒了呢, 这娃, 已经遇上了, 今天晚上, 咱们破个例, 讲一个不是挺有提供的故事, 这故事算得上是我呢, 一个同学吧, 他爸爸讲给我的, 我这同学的爸爸呢, 以前是一个食品厂的采购, 他那食品厂啊, 是做, 就是咱们吃那个化煤啊, 蒲干啊, 是做这个的, 由于是大型国营工厂啊, 工厂早就倒闭了, 但是怎么着, 他爸从年轻的时候, 17岁, 在这家工厂里边干了, 得十八九年, 在这些年中啊, 常年他爸爸就是在外边, 什么各地方的农村啊, 采购这些原料什么的, 结果遇上了好多怪事, 但是唯独有这么一件, 这件事是他爸在河南遇到的, 这件事啊, 直到今天, 他爸都搅着歇, 这事情是发生在一九九四年, 九四年的时候呢, 我这朋友他爸爸呢, 常年穿梭在什么河北啊, 新疆啊, 辽宁啊, 就是在这一带, 收苹果, 为什么收苹果呢,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, 接了一张国外的苹果杆订单, 国外是海量的要这种东西, 所以当时他们就基本上快把这中国的苹果给弄进了, 可结果收苹果收了有这么一年多吧, 他爸厂里边呢就委派他, 让他到河南看看去, 据说河南那边也有大量的苹果种植园, 是当时九十年代中期刚刚兴起的, 所以就这样, 他爸买票就踏上去河南的路了, 人到了河南跟当地联系, 进展速度很快, 快速度的就联系了这么几个村子, 这几个村子都有大型的苹果种植园, 都是新兴起的, 他爸就准备挨个走访, 就衡量衡量价格看看品质什么的, 可是就弄到第二个村子的时候, 他爸来到这村之后, 这村里边当时接待他们的, 是一个姓刘的人, 这人好像是村里边的, 怎么着得是个小头, 但是实在是没问清楚, 可是这人说话支支吾吾的, 就是又想让他爸留下来, 但是又好像没货给他爸爸, 他爸就搅着这人不对劲, 不实诚, 就问他, 那个你到底是有没有吧, 你没有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, 我们就走了, 你们这儿我看后山上好多苹果树, 怎么是不是订给别人了, 可结果这人说, 哎呀呦啊, 这不是树栽了两年多了吗, 你按说今年是结果子了, 我们也没订给别人, 就希望就是能跟咱们这个大厂, 能够合作上, 但是我们这出了点事, 这事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, 要不, 要不你跟我上谷园看看去吧, 实际上在他爸后来的回忆中, 他爸说这人很会做生意, 因为很显然, 他今年是交不出果子来, 但是他不希望明年也交不出来, 说白了他想拉我同学他爸这个主户, 但是今年实在没东西给同学他爸, 他又怕他爸明年不跟他合作了, 或者是明年把他忘了, 所以就带着他, 让他爸看看果园去, 让他看看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年交不出货来, 结果这一道上这人没跟我同学他爸说任何的事情, 就是拉着他让他去果园瞧去, 可是到了果园之后, 我同学他爸可就懵了, 我同学的爸爸说, 我跟他们到了果园之后啊, 往里边一走, 我一看那树上都已经结果了, 而且那果吧, 不说是全熟了吧, 但是都差不多了, 我就问他这为什么不能卖给我, 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回答了, 我就伸手过去摸他们这些果子去, 结果一摸, 我发现我就离着特别近的一个果仨, 上面让人给咬了一口, 而且显然这果子是人咬的, 上面都是牙印, 我当时就奇怪, 我说这谁咬的怪恶心的, 我就伸手用摸别的果去, 结果摸到别的果也被人咬了, 我当时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事情, 我又继续换另外一个, 结果我换了另外一个之后, 也被人咬过, 而且就单凭这牙印就能瞧得出来, 这是一个人干的, 这会儿我就嚼着不对劲了, 这苹果怎么我摸哪个哪个都被人咬过呢, 结果我就又接着摸, 您猜怎么着, 我这一摸呀, 我的天哪, 我是摸哪个哪个被咬过, 而且牙印是一毛子一样, 所以就到这会儿, 我是满脸的痴疑, 这怎么回事这是, 结果这哥们终于说话了, 这哥们说, 你看你看见了吧, 我们这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, 哎呀, 满园子的果子, 一个上面让人咬了一口, 同学的爸爸听完就有点懵了, 啊, 这谁干的, 你们这, 这门口是不是有人害你们, 给你捣乱呢, 可是这人说没有, 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, 跟别的村也没有仇, 也不知道这是谁缺了这么大德, 把我们这全果园的苹果, 全都给咬了, 当时同学爸爸还相信, 还搅着他说的挺对的, 可是走着走着, 往果园深处没走几步, 他发现这果园是一望无际, 而且有的苹果接得很高, 他爸就越琢磨越奇怪了, 这是谁干的呀, 啊, 而且看牙印是一个人, 这一个人就得咬多长时间, 把这一片一望无际的果园的果子都给咬了呀, 所以他爸就越琢磨越奇怪, 就问这个人, 结果您猜这人说什么, 这人说, 是啊, 我们也叫这奇怪, 你知道吗, 出事的头天晚上, 我还上这看来, 什么事都没用, 就一夜之间, 全果园的苹果是一个不辣, 都给咬了, 他爸一听到这不对了, 那完全不对了, 这斜了门了, 这看来这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啊, 不信您可以试试去, 我给您找一个, 就是忘不着边的大果园子啊, 我给您倒几时, 让您从晚上九点开始咬, 咬到转天早晨, 我看您能把这果园子苹果都咬了吗, 对不对, 而且你咬完那苹果, 你也吃不下去啊, 可是, 等这个农民来到这检查的时候, 这地上也没有人吐的碎苹果, 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咬了, 他还吃了, 这事儿可就摆着不清了,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, 啊, 可是,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, 这事儿就成了他爸的一个疑点了, 当然了, 他爸疑不疑点不重要, 重要的是人家村民们, 村民可倒了没了呀, 这苹果园指定不是一家的, 那会儿没有私人种植, 肯定都是属于整个村子的, 这下可就亏大发了, 但是没办法, 只能这么忍着, 所以这次他爸来到这村子的知行, 虽然撞上这么个怪事, 但也就只能这么着了, 留下了个联系方式, 并且答应人家了, 说转年我再过来看看, 你们也小心着点, 别再招这个灾了, 不然的话我想帮你们收, 都帮不了, 然后就这么着啊, 他爸就去了别的村子, 今年这件事就翻了篇了, 虽然回到厂里边, 他爸这事跟厂里说过, 但说实话, 没身临其境的人, 就这破苹果的故事, 没有人听, 你再加上他们讲故事的能力指令, 跟我不同, 没人听得进去, 所以这事包括他爸在内, 的确奇怪了些日子, 但是一转头, 就扔在脑后了, 可时间过得是很快的, 大家都知道, 一转眼, 就到了转年了, 转年他爸再次返往河南, 当时到了河南之后, 他爸才想起来去年, 遇到那被咬苹果的村子, 由于肯定是路过, 可能是不太远的路程, 他爸呢一看这个, 要不今年咱上那瞧瞧去, 看看他们那儿, 苹果还出没出事, 结果跟着另外一个采钩的大哥, 就奔那儿去了, 可没想到, 到了村子里边, 人家远洁高盈, 特别高兴, 希望他爸能把他们村子苹果全收了, 并且还告诉他爸说, 今年没事了, 我们这个问题都解决了, 再也不会出事了, 你看你们这能不能咬啊, 要能咬的话, 我马上我就找人给你们采钙, 他爸一听这个, 要是没问题, 可问题是你们怎么解决的呢, 还有当初这咬苹果的事, 到底是怎么事啊, 结果人家这农民好像不是太害怕, 很轻松的跟他爸讲了一段故事, 告诉他爸说, 哎, 别提了, 这苹果园子是两年前塞进去的, 然后三年成的果, 这不是赶上去年你们不就来了吗, 来了之后那苹果都让人家给咬了, 结果我们村里也叫这奇怪嘛, 就找人问, 结果就找了个这么个懂事的, 就是会看事的那个人, 来到这儿人家真厉害, 到这儿就跟我们说, 说我们果园后边堆粪的地方, 是人家谁谁谁家的一个坟, 这户人家以前也是我们村的, 但是绝乎了, 我们不知道他们家那儿有坟, 谁知道啊, 再加上果园这么老大个儿, 就没人想着, 结果就把那个粪都堆到他们家坟堆上, 然后人家说, 肯定是他们家坟里边就住的这个仙人们呢, 出来报复我们, 把这苹果全给糟进了, 我们当时一听完之后, 就问村里的一些老人, 老人说的确是, 那边是有个坟头子, 结果我们赶快就把那堆粪都移到老远处了, 又给他烧香磕头, 又给他祭拜, 还给他们立了碑, 由于老人们知道他们家姓什么, 给他们弄了特别的龙度, 你们现在就在山上了吗, 我都能带你看去, 不过说实话, 当时弄完心里也没谱, 必定他是跳大石的,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, 但是要今年这果子一结, 你看没事, 那好好的, 你们现在收, 我都能给你摘去, 这人讲的时候好像不当回事啊, 但是我朋友他爸可不行了, 啊, 你说的是真的, 然后这人好像以为我朋友他爸不相信他说的, 拉着我朋友他爸就要进过园子砍那坟头去, 结果他爸板板的推挠, 告诉他说, 别别别, 我不去看了, 我相信你相信你, 啊, 那个, 我们今天就是收果来的, 你这没多少, 你对用我们工厂, 嗯, 我这些天我就给你都要了, 但是, 这果园的事就别再提了, 啊, 我也不去果园了, 你收的时候把那东西都拉出来, 到外边我检查了, 好了朋友们, 这故事说完了, 啊, 这个, 这看来种个果树也得注意着点, 是吧, 嗯, 不过也能理解啊, 你把大份, 就是让人脑袋上, 你换谁, 谁乐意啊, 行了, 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了, 行, 那记录山边灵异, 讲述时间奇谈, 朋友们, 今儿的故事咱就到这了, 明儿啊, 更加精彩, 咱们明儿晚上继续聊,